听别人的故事,悟自己的人生,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结婚第五年,老公白月光归来,他轰动全城接风,逼我腾胃,我不哭不闹,留下离婚协议离开,一年后再见面时,他彻底疯了。 我和傅伯业没什么感情,这一段婚姻从一开始便是相互利用,或者说得好听一点,各取所需。 或许是总裁圈子的入场券,这年头,十个总裁九个都要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,九个里面八个要为爱另娶他人。 傅伯业毫无例外是其中之一,而我,就是那个被选中的替身。 我不爱傅伯业,至少结婚的时候不爱,离婚的时候也不爱。 五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,拿着优秀的履历辗转在各大公司之间面试,却处处碰壁。 被拒绝的理由无一例外,你很优秀,但是我们公司压力较大,女孩子吃不了这种苦。 傅伯业找上我的那一天,我刚被最后一家公司婉拒。 从出世到后面恩伦赴世,我披荆斩棘,将所有竞争对手斩于马下,结果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最后一轮被我打败的那个一同面试的男性。 我对那个男性求职者没有任何怨言,却恼恨于那家公司的行径,既然一开始便没有打算用我,何苦要让我全程陪跑,以至于耗在这里,硬生生将其他面试全都错过了。 难道是要我打白宫,给他们当免费的试金时吗? 我心中窝火,将手中的资料连同那份从面试官手中要回来的简历一同撕了个粉碎,丢进垃圾桶的时候起了阵风,将碎纸片吹得到处都是。 连日来的火气就被这么一件小事点燃了,我没忍住骂了句脏话。 傅伯业便是那个时候出现的,纸片乱七八糟地落了他一身,他以为我在骂他,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我。 我想那个时候他大约有些迟疑的,毕竟那个时候的我除了一张脸之外,和他那个温柔可人的白月光一点都不像。 他说,我需要找一个人结婚,你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? 他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,无非就是他爷爷想要找一个未婚的孙子去进行商业联姻,这种利益联盟大概率是离不掉的。 他心中有白月光,自然不愿。 只是他也不忍心让他的白月光放弃追逐梦想,立刻回来与他结婚,便索性用一场协议婚姻先替他的白月光将位置占上。 我出生以来二十多年,运气一向不好,没想到因为一张有几分相似的脸,这种事情居然落到了我的头上,像中彩票一样。 我沉默着将吊在地上的碎纸片一一捡起来,脑海中已经开始迅速分析这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。 大约是我的沉默让他有些害怕拒绝,他开始加码,离婚之后我会赠予你一套市中区的房子,还有一千万存款,还有什么条件,你可以尽管提。 我用纸巾把碎纸片包起来团成一个球,防止他再次被吹飞我需要一份工作。 我说,可以,我在富士的销售部给你留一个总监的位置。 傅伯业说,他果然调查过我,对我的资料掌握得很详细。 不,不在富士。 我说,在富士,哪怕日后协议结束,我恐怕也要养人鼻息,我不能真正混出头来,只要不在富士,哪家都好。 富总应该很清楚我的情况,哪家公司签了我都不会吃亏,所以请富总帮忙出面,应当不至于拿不出手。 我十分清楚我的实力让我有底气说出这番话,只是别家公司总监是不可能了。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,毕竟对于他来说,我这一点点要求实在是微不足道。 但是对于我来说,这是一块很重要的敲门砖,是我一切的起点。 没有这份职业,我所有的野心抱负都有可能是我一生触不可及的空中楼阁。 没关系,有一个职位变够了我说。 我们结婚证领得很利落,从婚前协议做完公证到身份证上的信息变成已婚,总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。 第二天,便有一家公司录用了我,规模不大,但是发展前景很好。 我一头扎进了工作中,丝毫不知道我与傅伯业的婚姻已经在傅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我当然不知道,我甚至没有留傅伯业的联系方式。 傅家人想不通,傅伯业为什么会娶我,一个跟他们隔着好几个阶层的, 微不足道甚至是满心算计的小市民。 直到一个月后,我接到了一通陌生号码的来电,傅伯业说,他的家人想要见我。 见到我的那一刹那,他的家人们似乎瞬间想通了, 看向我的目光夹杂着恍然大悟,幸灾乐祸和饥讽。 原来是个冒牌货,傅伯业的堂妹,或者是堂姐,我记不清了,总之是有那么一个人,压低声音说了这么一句。 一群人便发出一阵哄笑,傅伯业略显尴尬地看了我一眼,我一点都不在乎。 来之前,我刚刚收到了转正的通知,我在公司中融入得不错,上司已经看到了我的业务能力,如今刚刚转正,已经有一个案子交到了我手中,我有的事正经是要忙呢。 他们家有心拿我这个卑微的人找乐子,我却没有闲工夫陪着他们耍把戏。 傅伯业的母亲要我敬茶,我递过去,她却迟迟不接。 我知道她的意思,她想要借此表示她并不接纳我这个儿媳妇。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呢? 我本来也没想做她的儿媳妇。 茶水的热度透过杯底,烫得我指尖有些发痛,我索性直接将茶杯放到了桌上。 父母的脸色变得很难看,没礼貌。 我道,阿姨,对于讲礼貌的人才需要讲礼貌。 听说阿姨喜欢国学,怎么会没听过敬人者人横敬之呢? 傅家人接着轮番对我进行刁难。 我看向傅伯业,他一言不发。 他既然不说话,那就应该是要我自由发挥了。 我不急不徐,将他们一一对了回去。 从头至尾,不卑不亢,我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多的财富而已。 我的人格,我的尊严又不会因此少半分。 他们凭什么认为我在他们面前就该气短,就该是任他们柔扁搓圆的面团呢? 总之我大获全胜,他们哑口无言,最后不欢而散,甚至连说好的家宴都没有开。 傅伯业送我回去,沉默许久,对我说,无论如何,他们是我的长辈,你应该敬重他们。 傅伯业,我打断他,伸开我的双手,刚烧开的水有一百度,那茶是用开水泡的。 而我这双手,明日,甚至是今晚,还要打字工作。 那你也应该,傅总,我们签的协议,你只需要一个法律认可的合作伙伴,替你阻挡联姻。 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妻子,哄你的父母开心之类的,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。 我有些烦躁,总才是都听不懂人话嘛。 傅伯业似乎还想说些什么,我没太在意,也懒得同他掰扯,低头翻看外卖软件。 我喜欢吃甜食,尤其是有很多奶油的小蛋糕,平时怕长胖,总不敢多吃。 但是今天不一样,今天我转正了,有好事发生,当然要犒劳一下自己。 傅伯业的车开到小区门口,我的小蛋糕早就到了,在门卫处和其他外面挤在一起,我一眼便看到了他。 我请他停车,下车将我的小蛋糕拎在手中。 傅总,谢谢你送我回来。 我转身致谢,示意他车不必在网里开。 他却误会了,看了一眼我手中的蛋糕,自以为委婉地说, 袁小姐,我们只是合作关系,你不需要花费那么多心思。 我觉得心累,八道总裁果然都听不懂人话。 傅总误会了,我解释道,我的意思是,我已经到了,您可以回去了。 至于蛋糕,是买给我自己的。 他似乎有些尴尬,沉默了一会儿,道,我送你到楼底下。 我摇摇头,不必费心,倒不是客气。 我一个人租房独居,安全起见,我很少告诉陌生人我住在哪里, 平日点外卖都宁可多跑几步,亲自去门卫处拿。 虽然以傅伯业的势力,很轻易能查到我的住处,不过想来他也没有那么多闲心。 他坚持了一会儿,见我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,方才掉转车头,走了。 我松了一口气,脚步轻快地往回走。 其实这一天真的很不错,小蛋糕的奶油比以前还要好吃。 转正之后,我的工作越来越忙,时常忙得脚步粘地。 有一回通宵家玩班,我顶着凌乱的鸡窝头和两个浓重的黑眼圈回家, 在小区门口猝不及防,被一群媒体给围住了。 他们叫我傅太太,将镜头对准我,飞快地按下快门,拍下我憔悴极了的模样。 闪光灯闪得我有些发晕,我匆匆离开。 小区的门卫只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,形同虚设,我只好拼命跑,将追过来的记者挡在门外。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,我情绪稳定之后只用了一刻钟便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原来是傅博业在参加一个采访时,面对主持人对他情感生活的不怀好意的刁难, 他扬了扬手上那枚不知从哪里临时找来的尺寸不合适的戒指, 说,不要问这种问题,太太会不高兴的。 他拿我当了挡箭牌,媒体的行动力很强,很快便顺着之前傅博业送我的轨迹找到了我的住处,将我忙碌却平静地生活搅得一团乱。 我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,一时有些不知所措,正神之间,同一个陌生号码倔强地打过来好几次。 我接了,电话那端是傅博业,我正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抛出来,他反倒先开口质问,你为什么不收拾地妥贴一些再出门?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问了一句,什么? 电话那端传来父母尖锐的指责声,你是不是故意的? 你眼见得不到傅家的认可,故意在媒体面前卖惨,想要借舆论倒逼傅家,让傅家不得不承认你的身份。 我随手滑拉了一下平板,果然看见几个词条,傅太太,憔悴,傅太太,貌合神离,傅博业傅太太行婚,点开之后便是我那张蓬头垢面的照片和一堆煞有介事的分析。 我气笑了,麻烦您和您的儿子搞搞清楚,是您儿子率先泄露了我的行踪,给我添了许多的麻烦。 如今该生气,该提出质问的是我,而不是你们。 那日家宴又不是什么官方行程,如果不是傅博业授意,媒体那里怎么会那么轻易关注到? 跟不讲道理的人永远讲不清道理,我挂断电话,不想听他们胡搅蛮缠,我自有我的事情要烦。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,我还没有吃一点东西。 外面堵着那么多人,点外卖是不可能了,可惜我从来不在家中开火,冷锅冷灶的,竟然连一点存粮都没有。 傅家的人,真的很会给人添麻烦。 电话不停地在响,我不耐烦地接起来,又是傅博业,大概是为了避开他们家人。 他说话声音很低,我在市中心有一套别墅,平时不常去住,不如你搬过来。 也好应付一下媒体。 应付媒体这一套说辞,我是不信的,不过是一点无关紧要的花边新闻罢了。 又耽搁不了富士赚钱,也干涉不到富士股票的涨跌。 果然,他见我沉默,以为我并不同意,接着解释道,爷爷发现了端倪,发现你并不与我住在一起,住处也不是我名下的任何一套房产,怀疑我和你真的是行婚。 我需要你帮我打消他的疑虑。 这倒像是真话了。 所以媒体那边,副总不打算澄清我们的关系了吗? 我打断他。 若是爷爷知道我们是行婚,一定会让我解除婚姻关系去联姻的。 为了让爷爷相信,暂时不能澄清。 他说,接着又介绍,那边的安保系统非常好,不会有媒体干涉你的生活,我同意了。 我说,谈话间我已经权衡好了利弊,凭借傅家的地位,傅太太这个名头会给我的职业带来许多的便利,甚至能让我的事业达到靠我自己够不到的高度。 他既然拿我当挡箭牌,傅太太的名头和傅家的名声自然而然可以为我所用,竭尽自己扑到我跟前,我凭什么不走呢? 傅伯业说话算话,即使我住进别墅之后,也极少见他。 即便他回来,我们也井水不犯河水,我加班加点改合同,他加班加点与白月光互诉中场。 两个人只要一打开视频,总是一副欲与泪先流的架势,泼一副苦命鸳鸯的模样。 我不理解,这两个人分明家是相当,若真爱得难舍难分,结个婚又有什么难的,难道结了婚就不能去追逐梦想了吗? 或许这也是总裁圈的时尚,谁知道呢? 不过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猜这迷惑的行为,因为我又升职了。 由于顶着傅太太的名头,很少有人愿意得罪我,我因此完美避开了许多职场前规则。 又因为有傅家的名头在,我顺利谈成了几单久攻不下的生意。 不管他们是冲着傅氏积累的信誉,还是冲着讨好傅博业,总之签完合同之后,他们都被我们公司过硬的产品质量给留住了,发展成了长期客户。 甚至后来不少公司竟主动找我们合作。 有了合作,我们这家兢兢业业的小企业规模也有所扩大。 老板为了画大饼,分在我手里的股票,居然真的看见了分红。 老板说,这一切我鞠躬甚为,给我的职位升了又升。 我们老板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,产品的招牌打出去之后, 他只用了三年,就将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做大做强,规模大到哪怕不借富士的东风,我们也有接不完的订单。 那些在商场上奋斗多年的老手见到我们,都要感慨一句后生可畏。 已经担任销售部经理的我自然就更忙了些,由于手里攥着一些公司的股份,本着给自己打工的原则, 我更耐力地辗转各地谈生意,开拓市场,竟少有待在本部的时候。 我的老板脸皮也越来越厚,当年我签下一单生意便被他夸得天花乱坠,如今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, 袁茵茵,要努力啊,你再拿下一单生意,老板我就又可以换新跑车了。 老板的良心果然不会痛。 第四年,我在毕城出差,对方的谈判代表与我旗鼓相当, 我们为了定价你来我往地拉扯了许多天,迟迟没能敲定合同。 僵持之间,傅伯业又打来电话,我不接,他就一边又一边地打过来, 硬是让一个陌生号码在我面前混了个脸书。 我们还没有离婚,多少有些需要打配合的地方,我又不能将他拉黑。 被铃声吵得没有办法,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了起来,怎么还没有回来? 他问,我在忙工作。 我说,我极少回去,只不过傅伯业日常不在,并没有发现罢了。 别墅中负责帮忙做饭的阿姨不止一次表示,这真是份好工作, 一个月开不了两回宫,照常按月拿着高价工资,真的给个皇帝都不换。 我想你了。 傅伯业嗓音低沉地说,他的声音很有优势,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深情。 我不止一次听他这般对他的白月光说过,只不过如今对象变成我自己,我不由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莫名其妙,我果断挂了电话。 傅伯业最近变得很奇怪。 自从我上回回去,发现他醉死在大厅的地板上,出于人道主义帮他叫了救护车之后,他就变得很奇怪。 我原本叫完救护车便不想再管了来着,但是医生说病人情况不明,可能需要手术,希望我能跟去。 毕竟我和他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,付太太的名头,也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,我便同意了。 这个人喝酒喝到胃穿孔,我本来可以联系他的家人的,奈何我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,更何况他的家人。 总不能将人扔了不管,我只好勉为其难,留下来陪床。 傅伯业醒后便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,质问我为什么要救他?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,还能为什么?当然是怕见死不救,良心上会受到谴责。 他向我道谢,然后无精打采地跟我解释自己为何会喝酒和倒胃穿孔。 傅伯业说,白月光结婚了,他在国外遇到了一个流浪歌手,被歌手的才华征服并深深地爱上了他。 傅伯业说他不死心,一遍一遍地将电话打过去,白月光不胜其烦,索性对他说,不要再来纠缠他了。 这么多年,来要封得封,要语得语的傅伯业哪里受过这种打击,一下子便被击垮了,开始戒酒消愁。 如果不是我坏事,此刻他应该是在为他逝去的爱情殉葬才对。 我不由地感慨一句,傅伯业的底子是真好,傅伯业每天这样不务正业地折腾来折腾去,傅伯业居然还能稳坐巨头的位置。 不像我们老板,每天都在担心公司会不会一招轻负,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快要搬突了。 傅伯业醒了之后,自己联系上了助理和家人,我功成身退,便没有子将他们死去活来的爱情放在心上。 但是傅伯业却像是中邪一样,自从出了院就变得奇奇怪怪的。 甚至有一回扭扭捏捏地在别墅里搞了一个烛光晚餐,送了我一大束玫瑰花,说什么他死里逃生,大彻大悟,终于明白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,希望我能接受他的心意。 我不理解,但是大受震撼,他这种行为,不就是发现前任无望,立刻找下家无缝衔接吗? 求求求了,我日行一善,纵然不能善有善报,为什么要派这种人来报复我? 我心中警灵大作,离他远远的,抱歉副总,我对你没有心思,这花我不能收。 他露出受伤神情来,又装作听不懂我的话的模样,强颜欢笑,是不喜欢这束花吗? 没关系,先吃饭吧。 我连忙拒绝,我已经吃过了,说罢便快不躲开餐厅。 音音,他叫住我,露出脆弱的神情来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让我看见他手上的撩泡。 这菜是我亲手做的,可是这又不是我让副总做的。 他亲手做的,我就必须要吃吗?谁定的规矩? 我锁上房间门,立刻开始收拾行李,这别墅是不能再住了。 搬家,必须立刻搬家。 好在以我现在的经济实力,租个安全性好一点的房子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 我将找房的事情托付给生活助理,趁着这段时间无家可归,见缝插针物色了一单生意,赶来必成出差,谁会闲钱赚得少呢? 我为了挣钱焦头烂额,偏偏付博业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过来,让我烦不胜烦,一开始我还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拒绝他,说明我对他无意,发现他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根本不听我说的什么之后,我也懒得费口舌了,确定他没有正视之后便直接面无表情地将电话挂掉。 经过和对面公司几轮的拉锯战,终于谈好了一个我们双方都满意的价格。 签完合同,对方谈判代表宋白捅我握手,他说,难得棋逢对手,一起吃个饭吧。 我左右我也不着急回去,便答应了。 饭吃到一半,宋白喝了些酒,借着醉意对我说,你大概没认出我来,但是我一直觉得该同你道个歉,是我占了你原本的位置。 怎么会认不出来呢?这是当初面试的时候同我竞争到最后的宋白呀。 当初那家公司拒绝了我,选择了它,这么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不得记一辈子。 只是我早就没了当初的愤恨,微微一笑,我早就认出来了。 宋白眼睛都睁大了几分。 我说,当初的面试的结果又不是你能左右的,那家公司不肯选我,仅仅因为性别就否定我的工作能力,是他们的损失。 不过,他们的眼光似乎也还不错,你是个可敬的对手。 我笑着看向宋白。 宋白也笑了,端起酒杯,那么,此时翻篇了。 我将我的酒杯与他轻轻相碰,相逢一笑闽恩仇。 吃完饭,宋白也要回城,便顺道载我一起去高铁站。 路上,他有些感慨,万万没有想到你会选择和我们公司谈合作。 我以为凭他当初的差别对待,你该与他老死不相往来才是。 我不以为意,格局小了吧。 纵然我对贵公司的一腔怨恨纯然肺腑,我们公司与贵公司合作的回报率最高也是事实。 我好歹也握着一些股份,干嘛因为私人恩怨和钞票过不去。 宋白哈哈大笑。 我说,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同我谈判的居然是你。 果然是冤家路窄,躲得了一城,躲不过必成。 宋白耸耸肩,公司要拓展必成的市场,我便过来了,就像你说的,谁会合钱过不去。 我故作惋惜,可惜我背调没有做好,要是早知道你对我心怀愧疚,我高低地要你再让我一个百分点。 宋白笑道,看样子我该庆幸现在已经签了合同,板上钉钉,袁总说什么都晚了。 下午回城的高铁只有一趟,我和宋白虽然不在同一个车厢,出高铁站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起。 出于礼貌,宋白提议帮我拿行李,我看着他自己的大包小包,连忙拒绝。 推托之间,傅伯业忽然冒出来,警惕地盯着宋白,音音,他是谁? 我只觉得额头的青筋秃秃地跳,傅总,您怎么来了?我来接你回家。 傅伯业说着,把手中的玫瑰花递给我。 我没有接,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,我们只是合作关系,各取所需,我对傅总一点情意都没有。 如果我曾经做过什么令傅总误会的举动,我在此澄清并且道歉,希望傅总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 傅伯业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音音,他到底是谁?你是因为他才不肯接受我的吗? 我,高铁站人来人往,不少人看到我们这边的动静,以为是什么奇怪的修罗厂,停下来看热闹。 我觉得脑壳疼,只好解释了一句,合作伙伴,仅此而已。 傅伯业总算闭嘴,露出惊喜的神色。 我实在不想再同他纠缠,拖着行李箱快步离开。 一边走,我一边拨通生活助理的电话,询问他为我租的房子在哪里。 方才傅伯业说要接我回家,总让我有些不太好的预感。 果然,生活助理支支吾吾了半天,坦白道,傅总说你们只是闹了点矛盾,已经和好了,不需要租房子。 我想着夫妻吵架而已,既然已经和好了,就,你没有租。 我险些一口气没上来,顿时觉得脑壳更疼了,整理好情绪之后,我对生活助理说,我希望你弄明白,给你开工资的是我。 我给你的工作是替我解决一些事情,而不是替我做决定。 如果再有下次,你就不用来上班了,我给你开一年的工资。 挂断助理的电话,我站在路边开始订宾馆,傅伯业又跟了过来,音音不要闹了。 反正你现在也无处可去,不如我们回家吧。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,我在你面前同前任牵扯不断,伤害到了你。 我以后一定会把你放在心肩上,时时刻刻想着你,一心一意对你好。 你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傅太太,可以安心待在家里,不用再忙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。 我们再要两个孩子,一家四口,我感到一阵恶寒。 好家伙,原来他所谓的喜欢,就是搞掉我的工作,把我关在家里给他生孩子。 这样的厚爱,我可要不起。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,这个婚必须离,尽快离。 我就算是流落街头,也不能跟他回去啊。 我看准时机拦下一辆出租车,扬长而去,当天我就委托了律师,替我起草好了离婚协议。 天赐良机,三个月后,傅氏的联姻对象终于要结婚了。 傅家选中了傅伯业二叔家的堂弟,为了表示重视,这场婚礼空前盛大,光是准备便准备了三年。 傅家给我下了帖子,傅伯业的母亲亲自送来的,她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锐气,甚至带着些祈求地问我,能不能去一趟,去看看傅伯业。 她见不到你,茶饭不思,谁劝都没有用,如今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。 就当我求你,你去劝劝她吧。 父母拉着我的手,说话间,眼泪都要落下来。 我理解一个母亲的慈心,但是还是拒绝了她。 我是个商人,不是一个慈善家,权衡利弊是我的行事风格,四处散播不必要的爱心不适。 当初我不过是替她叫了一个救护车,就被她纠缠许久,甩脱不掉,我不想再给自己添不必要的麻烦。 有时间去温暖一个受了情伤的天之骄子,我还不如往慈善基金里多放一笔钱。 看着网络上转播的傅家的盛世婚礼,我常常输了一口气,傅伯业没有了联姻之忧,我们的合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结束了。 我拜托作范阿姨,替我将离婚协议放在傅伯业的床头柜上,只是我的离婚协议送过去许久,都没有回音,恍若时辰大海。 等了几个月,我联系了作范阿姨,阿姨说傅伯业自从他堂弟联姻的事情落成之后,便开始忙于生意,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,他现在一顿饭都不用做,每月按时拿工资,过得很安逸。 傅伯业的堂弟是把经商的好手,将自己名下的生意打理得有声有色,如今又有强大的姻亲支持,风头日盛。 每天沉醉在爱情中要死要活的傅伯业总算有了危机感,开始打理自己的生意了。 我的老板这个时候找上我,说他已经赚够了可以供他和他老婆坐吃山空一辈子的钱, 准备把公司卖掉,转心挥霍下半辈子,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下他手中的股份,自己当大老板。 信息量太大,以至于一时间我居然没有反应过来他究竟在说什么,什么意思? 公司财务有漏洞了。 你是不是准备跑路,把我抓来当替罪羊? 什么东西? 我一向诚信为先,遵纪守法,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? 老板白了我一眼,他示意我听完,接着开始得意地喋喋不休,没见过我老婆吧? 我老婆是学画画的,她为了钻研不同的绘画风格,六年前出国了。 这过于熟悉地为了梦想放弃爱情的剧情,我无比同情地看着它。 老板看到我的表情,大概猜到了我的想法,情绪激动,我跟富加内斯可不一样,早在我老婆走之前,我就已经死皮赖脸,求着她跟我领证了。 我又不傻,相爱当然要趁早在一起了。 我赞叹,老板,你这么清醒,会被其他总裁嘲笑的。 老板接着炫耀,而且你大概不知道,在你们累死累活为我挣钱换跑车的时候,我就这里,和我老婆隔着电话,轻轻我我,如交四期,感情好得不得了。 好吗?当老板的,果然都没有心。 大约是我的控诉过于明显,老板为数不多的良心有些不安,他咳了一下,让回正题,说正经的,你真的不考虑接手。 我可以考虑有情价卖给你。 不得不说,我真的心动了。 工作这几年,我的野心越来越大,绝不是一个销售部经理能满足的。 直接接手一家已经成型的公司,虽然有挑战,但是绝对事半功倍。 我心中飞速计算着我的资产。 老板以为我在犹豫,甚至打起了感情牌,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经营了六年了,一开始规模小,跟着我混的人走得走散的散。 你虽然是半途加入,却唯有你坚持的醉酒。 这家公司毕竟是我的心血,我虽然走了,却还是希望它能做大做强,交给旁人我不放心,我只信你。 你好歹也是看着这家公司长大的,它第一个大订单甚至还是你的功劳,难道忍心看着它凋敝凌落? 他说得太过真情实感,以至于我没好意思承认最初我没有跳槽,是因为没有大一点的公司肯要我。 后来倒是有公司挖我,我也确实舍不得走了,看得出来它是真的想要甩手不干了。 为什么不聘请个职业经理人呢? 我疑惑,哪怕有一点联系,也忍不住要为他分心的,钱又挣不完的。 我和我老婆现在已经是最好的自己了,何苦在折腾? 再说了,以我老婆的名气,就算我们还没有去世就把家底败光了,他随便卖一幅画,也足够养活我们。 他说话的时候,眼里闪着光,那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跃跃欲试。 嗯,是一种新奇的,我理解不了思想。 这世界上难道真的还有比挣钱更快乐的是吗? 你不会是因为自己以前接触的只有销售部的事物,所以不敢上手吧。 老板问我,当然不是,不会的我可以学。 我说,为难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 我得做多少好人好事,这天大的馅饼才能砸我头上。 我当即拍板,我接了。 我拿出了我所有的资产,甚至抵押了我刚买的,刚刚装修完的一套将井别墅,也只够买老板一半股份的价钱,另一半是老板借给我的,要我分三年,连本带利还给他。 有了他的股份,加上我手中的股份,我成了绝对的大股东。 老板,不,前老板走的时候拿着欠条,笑得牙不见眼。 我怀疑他早有预谋,说好的钱已经赚够了呢。 我这老板当的,走马上任第一天就深背巨额债务,甚至无家可归,居然还不如之前风光,感觉有些赔本。 我压力倍增,毕竟算个门外汉,为了尽快接手公司事务,我一边没日没夜地学习如何经营公司事务,一边还要忙着扶众,安抚公司的老人,恨不得24小时住在公司里。 好在鸡飞狗跳地忙了一年,总算收服了公司中的老人,公司也实现了正营收。 还上前老板的第一笔欠款,我靠在椅子上,常常舒了口气。 就在这时,一个有些眼熟的陌生号码打过来,我茫然了一会儿,忽然想起来,这一年太忙,居然把离婚的事给忘了。 我接起电话,果然是傅伯业的声音。 他说,袁音音,我们谈谈吧。 想到要办离婚手续,我答应了。 地点约在我们曾经住的那栋别墅。 进门之前,我遇到了出门六弯的宋白,同他打了个招呼。 宋白见我有些意外,袁总,你怎么在这里?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? 是刚搬过来吗? 我心中悲愤,这是我能买得起的房子吗? 我现在还是个负资产的老板呀。 我是来同前夫谈离婚的。 我指了指傅伯业的别墅。 宋白忽然严肃起来,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公共场合? 人心难测,万一他违法乱纪,岂不是很危险? 见他这么认真,我不由地笑了笑,法治社会,不至于,再说了,还有阿姨在呢? 这次谈判不止我们二人,我早就调查过了,傅伯业的白月光如今离婚回国了,正住在他家。 傅伯业这回找我,无非就是逆烦了,接着追求我,想要和白月光再唱一出,破镜重圆。 这正是我离婚的大好时机呀。 傅伯业这个人,不见得真的爱谁,他不过沉溺于那种自以为深情的感觉而已,对我如此,对他的白月光意识。 只是这又长又狗血的来龙去脉,我实在不好意思对宋白酱,要是让他知道我卷入了这么一场狗血大戏,怎么维护我职场精英的形象。 宋白见我坚持要去,一脸认真的扬扬手机,对我说,我在外面替你盯着,如果半个小时你还不出来,我就帮你报警。 我不忍拒绝他的好意,也确实觉得外面有人等我,更令我安心些,便答应了。 进入别墅,白月光果然在,他同傅伯业一起坐在沙发上,搂着傅伯业的胳膊,眼圈红红的,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。 看着那张与我有七八分相似的脸,做出这幅表情,我有些新奇,毕竟这种表情我从来做不出来。 傅伯业见我看他,立刻将他搂在怀里,做出保护的姿态。 他直奔主题,对不起音音,我的确尝试过好好和你在一起,但是我做不到,我发现,我最爱的还是他。 这话说得高明啊,我心中赞叹,乍一听,还以为当初变着法子纠缠的那个人,是我呢? 我扯扯嘴角,感谢不爱。 他见我没有反驳,似乎添了几分底气,他已经回来了,你不能一直站着傅太太的位置。 我谈了一口气,傅总今天刚回来吧。 傅伯业愣了愣,什么? 我指了指他卧室的方向,离婚协议早就放在你床头柜上了,只是你一直没回来,没看见而已。 傅伯业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,松开白月光,大步走进卧室,随后阴沉着脸,拿出两份的已经签了我的名字的离婚协议来。 离婚协议很简单,按照婚前协议所说的,除了傅伯业一开始许诺的一套房子和一千万,其他婚后财产谁正的归谁? 我们公司刚刚崛起时,毕竟借了傅氏的东风,我不算吃亏,傅伯业也无意义,当着我的面签好了协议。 我们都不打算拖沓,签完便准备去领离婚证。 走出大门,我一眼便看到了宋白,他不停地看着时间,看完一回便抬头朝别墅张望。 看到我出来,他明显松了一口气,露出个笑容来。 我没有车,为了开源节流,早日还清钱老板的债务,我早就把车卖了。 听说我要搭傅伯业的顺风车去离婚,宋白不顾傅伯业黑脸,愣是挂在一张笑脸,一同挤了上来。 傅伯业冷哼一声,脸皮真厚,宋白依旧微笑,宠辱不惊,傅总过奖,咱们跑业务的,这脸皮就是咱的铜墙铁壁。 大约是当老板当习惯了,我心中立刻赞叹一声,好觉悟,一定是个好员工。 办理离婚的窗口人不多,我们等了不一会儿便顺利领证。 分别时,傅伯业不知道又是哪根筋不对,忽然拉住我,神色悲戚。 音音,我错了,我爱的真的是你,我其实只是拿他来气气你,你不要走好不好。 我劫后余生般紧紧抱住我的离婚证,万幸,在他突然发疯之前,我已经把离婚证拿到手了。 我躲开他,傅总,爱与不爱,你当真分不清吗? 傅伯业万念俱辉一般站在那里。 我没打算理他,刚准备走,忽然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。 我的手机呢? 我嘀咕一声。 傅伯业似乎回过神来,自告奋勇,没关系,我给你打个电话。 铃声从他车里响起,原来是落在车里了。 他替我拿出来,无意看到了还亮着的屏幕。 陌生号码。 他喃喃地说。 我应了一声,陌生号码。 我从他手中将手机拿过来,同他说了声告辞。 他在我背后说了一句什么,我没有听清。 我卖了离婚所得的房子,将那一千万和卖房所得还给了钱老板, 离我还清欠款又进了一步。 前老板正陪着他老婆采风,百忙之中抽空劝我,好歹给自己留一点,买个车,堂堂大老板连个车都没有,略显寒酸。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,当然是得先还清了欠款,我才能放心地大干一场。 应付完钱老板,我给宋白打了个电话。 当初他热心帮我,我答应了请他吃饭的。 吃饭时,不停地有人打电话找他,宋白不耐烦地直接关机。 公司里的人,当初他们公司百分之六十的单子都是我坦诚的,他们反倒排挤我。 如今我要跳槽了,又反过来求我了。 你要跳槽了?去哪里? 宋白摇摇头,还没想好,反正原公司干不下去了。 我心思一动,我们公司正好缺个销售部经理,不如你来我们这里。 宋白有些意外,你们公司的销售部经理不是你吗? 我去了,你去哪里? 我道,我找了份心工作,给我们公司当大老板,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。 宋白震惊了一下,你这直升得好啊。 来不来,我给你开,我想到自己囊中羞涩的现状,似乎也许诺不起很高的工资,便只好学着前老板给宋白画了个大饼。 我分你百分之五的股份,到时候你就是股东。 宋白干了那么多年,当然见过不少大饼。 这样的条件,肯定不会同意的,我心中惋惜。 宋白思考了一会儿,笑着举起酒杯,那么我就来投奔袁总了。 我愣了愣,也笑了,将我的酒杯和他碰在一起,求之不得。 番外,傅伯业视角,我是傅伯业。 我有一心头至爱,白月,他出国了。 爷爷准备和另一个大家族联姻,正在孙子辈中挑选联姻对象。 我不想联姻,问白月想不想嫁给我。 我和他家是相当,如果我们结婚,爷爷绝对会欣然同意的。 白月说他不可能现在就回来同我结婚的,我如果爱他,就不应该为了自己限制他的自由。 我当然爱他,所以我不能联姻,大家族联姻,利益牵扯很多,哪怕是最后相看两相宴,也没法轻易理的。 为了等他回来,我决定先找个人跟我行婚,先替白月站着傅太太的位子。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,叫袁音音,刚刚毕业,正在求职,容貌与白月有七八分相向。 最重要的是,袁音音是个普通人,充其量是个优秀的普通人。 普通人好啊,一个普通人嫁入富家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,这场婚姻的主导权注定在我。 我本来想使一些手段的,让他求职处处碰壁,等他心灰意冷之时就只能接受我的提议。 不过到底没用我出手,他面试的那家公司就是个坑,分明没有打算录用他,却生生把他拖到了最后,令他错过了所有其他公司的面试机会。 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,我趁虚而入,果然很快便与他达成了合作,仅仅用了一千万和一套房子。 和普通人合作,需要的代价一向非常小。 对了,他还朝我要了一份工作,我答应了,特地挑了一个两年都没接过什么大生意,看着就要倒闭的小公司。 没办法,他以后要顶着傅太太的名头,就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傅家,很不该再出来忙前忙后地工作的。 可我也确实说了,让他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,不能出而反而,就只好找这么一家经营不善的小公司了。 等这家公司倒闭了,就让他安安稳稳地待在傅家。 原音音同我领了证,却没有身为傅太太的自觉。 他依旧住在自己的出租屋里,早出晚归地忙他那份可有可无的工作。 我看中他那张脸,原本是为了寄托思念的,如今竟见不着他。 在见他时是傅家家宴。 因为我早早便接手了傅氏,可以说是爷爷最拿得出手的孙子。 他果然是有意要我联姻的。 我说出了我已婚的事情,爷爷虽然不愿,还是让我带回来看看。 家中人都知道当初我和白月的事情,所以见到原音音时,立刻便明白了她是我找来的替身,难免奚落一两句。 我母亲是有些看不上她的,总觉得是她凭借一张脸算计了我,不然我怎么会娶一个普通人。 母亲借着敬茶刁难她,我是知道的,哪个心腹不受婆婆的气呢?总不能要我从中调停吧。 没想到她居然静字把茶水放下了,还说什么,静人者人横静之,如此不尊重我的母亲。 我的家人也因此不悦,言语难免严苛了些。 她看了我一眼,我以为她在向我求助,故意假装没有看到。 让长辈们吓唬吓唬她也好,她终究是家中的小辈,很该尊敬长辈们的。 没想到她既然不急不缓地将我的家人一一对得哑口无言,好好的家宴就此不欢而散。 路上我忍不住提醒她,要她尊敬我的家人。 她却不以为然,说我们只是行婚,讨好我的家人不是她的义务。 我很生气,故意不说话,愣着她。 我想她是明白了的,还特意买了小蛋糕给我。 我有些心软了,但还是提醒她,不要假戏真做,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。 她大约是羞于承认,或者是在欲擒故纵,急忙解释蛋糕是买给她自己的。 我没有拆穿她,还特别好心情地说要把她送到楼下。 她拒绝了,我有些不悦,直接开车走了。 之后不久,记者招待会上,有记者提问了一些令我难以招架的问题。 我借了助理的戒指,用已婚的身份当作挡箭牌,果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。 她那天拒绝我送她,到底还是令我有些不悦的。 得知有狗仔在探查傅太太的身份,我让人悄悄将那日家宴的消息给他们透露了一些。 狗仔果然查到了她的住址,只是我没想到,她居然就那么一副形容憔悴的模样,登上了头条,简直丢尽了傅家的颜面。 我和母亲打电话质问她,没想到她居然早就看穿了这件事,是我刻意为之,倒是让我在气势上矮了一头。 更可怕的是,爷爷居然因此怀疑我们是不是行婚。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,如今虽然名义上我是傅氏的总裁,可是爷爷才是真正的当家人,若是让他知道我骗他,后果不堪设想。 没有办法,我只好请求袁音音帮我袁黄。 她虽然生气,但是还是同意了。 我猜她大概是心里有我,不然怎么可能答应得这般爽快。 为了袁黄,袁音音搬进了我的别墅。 我不经常回去,因为我要和袁音音保持距离,免得白月误会。 她也不经常回去,每天恨不能扎根在那小公司里,也不知道忙些什么。 不过同住一个屋檐下,总有碰面的时候。 我为了试探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,只要一见面我当着她的面同白月互诉中场。 不过她总是盯着她的电脑在忙,不知道是没有看到,还是不在意,我什么都没有试探出来。 反倒是我盯着她的次数越来越多,我实在不明白,那么一个小公司,有什么好忙的,至于让她整个人都扑在上面。 我倒是低估了那家小公司,原本以为很快便该倒闭的,结果过了三年,非但没有倒闭,反倒壮大起来了。 我的好多生意伙伴都说,袁音音谈生意真是一把好手,她那个老板也很会经营,两个人打配合,简直视如破竹。 就连一开始没将袁音音当回事的爷爷都问了我好几回,如此人才,为什么不放在富士。 我不以为然,不过一家小公司罢了,就算如今庄大了,在他们行业里有些地位,富士也不放在眼里。 我也无暇顾及他们,因为白月跟我说,她受够了和我暧昧不清,她爱上了一个流浪歌手,让我不要再纠缠她了。 我如坠冰哭,不敢相信我守护了多年的爱情,就这么没了。 我放不下,只好借酒消愁,一遍一遍将自己灌醉,逃避这残酷的现实。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,那天晚上忽然觉得胃痛难忍,我下意识呼救,才想起来这个时间阿姨都已经回家了。 我亮腔着走进大厅,便失去了意识。 我以为我孤身一人倒在别墅中,肯定必死无疑的。 可是袁音音回来了,她救了我。 我醒来时,她依旧在抱着电脑忙碌,阳光打在她的侧脸,是那么的明媚。 我豁然开朗,这才是我爱的模样啊。 她应该也是喜欢我的吧,不然为什么要救我呢? 不喜欢也没关系,因为我决定要好好追求她,好好爱她了。 我想尽一切办法对她好,送她礼物,鲜花,亲手给她做饭,我想她总会感动的吧。 可是没想到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我,我做的饭,她甚至不愿尝一口,如果不是怕耽误事情,她出差时我打给她的电话她甚至不愿意接。 我有些恐慌了,尤其是我在高铁站看到那个要替她拿行李的人之后。 明明他们看上去并不熟,我却无端生出一种危机感。 我挡在她俩中间,执拗地问她,音音,你拒绝我,是因为她吗? 音音最终还是回答了我,她说只是合作伙伴。 我很高兴,因为她愿意同我解释,可是她还是拒绝了我。 我看得出来她很生气,尤其是知道我私自联系了她的生活助理,打乱了她租房子的计划之后。 我小心翼翼地邀请她回去住,还同她畅想我们美好的未来。 我说我会让她安心待在家里做无忧无虑的父太太,我们还可以生两个可爱的孩子。 她看我的眼神反而更加警惕了,甚至仓促地拦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,自始至终没把我放在眼里。 我想,她大约不会爱我了。 我很难过,比白月同我分手时还要痛彻心扉。 我一日一日瘦削下去,瘦得母亲都觉得害怕,甚至亲自去求袁音音来看看我。 我愧对母亲,但心里还是隐隐期待着袁音音能够心软,来看看我。 可是她终究没有来,她太清醒了,时时刻刻都能把我一眼看穿,让我所有的心思都无处遁形。 我不能再颓废下去了,自从堂弟接受了连音,爷爷对她越来越欣赏。 我不能让她夺走我的东西,我如果一无所有,更没有底气追求袁音音了。 我花了一年,好不容易稳住了我的地位,庆幸的同时,我又很难过,因为袁音音一次都没有联系我。 我如果不联系她,她绝对不会联系我的。 正巧这时候,白月回来了,她向我忏悔,说她想重新回到我身边。 我想,我该利用白月下一剂猛药,让袁音音意识到,她其实是在乎我的,这样就会回到我身边了。 我带着白月同她谈判,想看到她后悔的模样,她却说离婚协议她早就放在我的床头了。 我想,再重来一回的话,我绝对不会因为赌气真的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,还立刻同她领了离婚证。 出来民政局的那一刻,我就后悔了,我试着挽留她,告诉她白月的事情是假的,我只是想拿白月来刺激她,我心里只有她。 她却问我,爱与不爱,你当真分得清吗? 她找不到手机了,我立刻帮拨通她的电话,帮她寻找。 铃声在我车内响起,我立刻帮她拿出来,却无意间发现,她连我的电话都没有存,我在她的手机里,只是一个陌生号码。 我难以相信,问了一句,陌生号码。 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,毫不留恋地走开了。 我望着她的背影,喃喃道,我始终是你世界里的陌生人。 她没有听到,但是我明白了,我在错过了袁音音之后,爱上了她。 而她,从来不曾对我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心动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